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在航渠铁路建渠段 上跨金迁铁路G330国道 南普西的跨金迁铁路特大桥梁连续梁上交筑完成 这个航渠铁路建渠段建设取得了新的进展 为后续的驾梁施工以及无杂轨道的施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航渠铁路是浙江省内连同杭州与渠州市的一条快捷高铁通道 阵线全长约131公里 是建德南农游北渠江预留的 渠州西江山六座车站设计时速350公里 这一次完成的跨金迁铁路特大桥 位于建德市境内全长685.995米 是航渠铁路建渠段全线唯一的连跨铁路国道河流的特大桥 所以这个桥是相当厉害 你看桥下面有国道有铁道有这个河流 所以现代的这个交通建设确实是以前不可想象的 那建成之后呢 必然从杭州到渠州更加的方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